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题目它要我们来解3x的三次方,减2x平方,减7x,减2等于0 那我们来想一件事情就是说,诶,这是一个一元三次多项式 一元三次多项式 以前呢,如果我们在解一元二次多项式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些做法,如果是二次多项式,我们可以看会不会因式分解 我们可以有因式分解法 如果呢,发现呢,这东西没有办法因式分解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配方法 或者是呢,公式解,就是呢,2a分之-b加减根号,判别式,对不对 所以呢,有这些方法 可是现在问题来了 三次式,我们不会配方法 我们也不知道三次式的公式解 OK,所以呢 三次式看来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说 它能不能因式分解呢 我们就要想 我们有没有办法把它因式分解 但是,我们看这样的一个式子,我们找不到一个头绪说 我到底要怎么因式分解 因为二次式的时候呢,我们的因式分解可以用什么 十字交成法 我们可以用十字交成 可是三次式,甚至如果也会有四次式,五次式 那我到底要怎么因式分解呢 我没有办法十字交成啊 所以呢,我们就来想想看 我们到底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那如果说呢,假如我们假设 这样子好了 如果若 这个3x3次方 减2x平方 减7x 减2呢 存在 一个 一次因式 好,那我们把这个因式呢 设为ax减b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想象一件事情 我们就可以把整个式子原式 3x3次方 减掉2x平方 减7x减2 好,想象成呢 ax减b 我们这样写,写在这里好了 它等于0嘛 那同时呢,也等于 ax减b 这个如果已经是一次的话 这个三次式就可以被分成一次式跟二次式相乘 对不对 那我们不知道后面是多少 但是呢,后面就应该是一个 cx平加dx加1 好 那我们呢,假设 abcde呢 全部都是整数嘛 ok,全部都是整数 那所以呢,在这样子的状况下 那所以呢,在这样子的状况下 我们就会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呢 因为呢 a乘上c 理论上呢 要等于什么 应该要等于3嘛 对不对 理论上 a乘上c b要等于3 然后呢,理论上呢 我们这后面的这个 b乘上1 b呢 b乘上1呢 b乘上1呢 应该说 负b乘上1 会等于负2 所以呢 b乘上1呢 会等于2 ok 所以呢 我们就很清楚 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 如果确实有一个 a x 减b 这个一次因式存在的话呢 那我们的这个a呢 我们的a 它就会是3的因数 然后我们的b呢 会是2的因数 对不对 因为呢 我们把一个整系数多项式 这个很重要 记得是整系数的 而且已经不能再化减了 全部这个都已经没有办法再 同除于一个数了嘛 这样已经是最最减的一个整系数多项式了 整系数多项十方程式 ok 整系数多项式 ok 那 所以呢 你会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的a c 既然都是整数 b1 既然都是整数的话 就代表a是3的因数 b是2的因数 那这样子 a有哪些可能呢 是3的因数 的数有哪些 就是什么 正负1嘛 对不对 还有正负3嘛 那如果是b 整除2的的话呢 b的因数有哪些 就是正负1 或者是正负2嘛 那你会问说 公文学长 我们写出这些东西干嘛 写出这些东西呢 好像没有什么意义 不过同学 你仔细想一想 如果啊 今天呢 我们把这一个多项式方程式的 这个多项式的部分呢 叫做f of x 的话 那如果 这个是如果 如果它真的可以被写成这样的一个形式的时候 真的有一个 ax-b存在的时候 不就代表怎么样 f of a分之 b f of a分之 b 带进去呢 因为有这一个音式存在 就应该要怎么样等于0嘛 ok 整个f of a分之 b应该就要等于0 也就是说a分之 b应该要是原本这一个多项式方程式的一根 也就是说a分之 b 如果这个是成立的话 那么a分之 b为 原方程式之一根 所以呢 重点来了 如果我的a有这些可能 我的b有这些可能 ok 当然呢 其实我们的a不需要写正负1跟正负3 我们只要写1跟3就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首相系数 基本上都是正的 就是我们a跟c都会是正的 我们只不知道b或1呢 到底是正还负的 ok 所以呢 我们基本上呢 a呢就是1跟3 然后b的话是正负1跟正负2 那这样子搭配出来呢 a分之 b有哪些可能呢 你就把它写下来 就代表a分之 b呢 有可能是 1除以正负1 所以呢 就是正负1 1除以正负2 所以是正负2 然后再来呢 3除以正负1 所以是正负3分之1 3除以 3呢分之正负2 不是除以 3呢分之正负2 所以呢是正负3分之2 所以有8种可能的值 也就是说呢 如果真的有一个a分之b带进来 可以等于0的话 a分之b顶多是这8种可能 因为它要符合什么条件 因为它要符合a能够整除3 b能够整除2 OK 好 所以呢 在这样的情形下 我们就来试试看 把每个数字都带进来嘛 对不对 我们就发现呢 好 我们这里给它一点 多一点的空间好了 我们这里给它多一点空间 把这里先插掉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f of 1带进来的时候 1带进来是3 减2 减7 减2 OK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我都不算出来 你看3减7 2减7减2 很明显是一个负数 所以呢 f of 1 不等于0 那f of 负1呢 负1的话呢 这边是负3 减掉2 再减掉 因为这边 负1就变负7嘛 减负7 所以这边加7 然后再减2 就没错耶 负3减2 加7减2是0耶 所以f of 负1是0 好 那 再继续看下去呢 如果你把2带进去的话呢 2带进去的话 代表什么意思呢 2带进去的话 就变成是8 OK 8乘上3是24 24呢 再减掉呢 2乘与4 是减掉8 好 24减8 f of 2 这个太大了 我们来写写看 24呢 这个减掉8 再减掉呢 2乘上7 是多少呢 是这个14 然后呢 再减掉2 诶 发现呢 太酷了 也是等于0耶 f of 2 也等于0耶 那 你还是可以继续把它带下去啦 可是如果当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你已经发现 有两个东西 甚至你只要找出有一个数字带进去 真的等于0的时候 其实已经代表是什么 你已经找到了其中的一个根啦 因为呢 如果我们把某一个数带进去呢 它真的就是等于0的的话 带入这个多项式 那就代表这整个多项方程式被你满足了嘛 那 负1 就是x其中一个解啊 负1是x其中的一个解 就代表什么意思 就代表x加1 是 原方程式的一个音式 原多项式的音式嘛 原多项式之音式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式子 拿来去除以x加1一下啊 你看看哦 我们就把它拿来除以x加1 3-2 -7-2 我们呢 用综合处法 比较省空间 所以呢 用负1带在这里 你就会得到什么呢 3-3 -5 加5 -2 加2 OK 这边呢 是0 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刚刚带呢 f of 2 也是0 就代表说呢 x-2呢 其实也是什么 原方程式的一个音式才对 所以你可以继续去除以x-2 也就是代表把这个剩下来的式子呢 再去除以x-2 所以这里带2的话 是3 乘上2之后呢 是正6 那-5 加正6 是正1 这边是正2 所以呢 最后算出来是0 你这样写其实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代表说呢 整个原本的这个多项是3x-2 x-7x-2呢 好 我们可以把它音式分解成 第一个x加1 第二个可以分解成 x-2相乘 最后剩下来的东西呢 是什么 就是3x加1 而且是整除嘛 所以呢 是3x加1 等于0 所以呢 你就知道 你就解开啦 x可以等于什么 x就等于-1 或者是2 或者是-3分之1啊 对不对 OK 所以呢 你看 我们的确是用音式分解的方式呢 去求出我们的答案 OK 用音式分解的方式 去求出我们的答案 可是呢 这个音式的分解过程呢 不是用十字交成法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用的这个方法呢 等一下大家就会知道 这个名字呢 是大名鼎鼎的这个牛顿定理 牛顿定理 也就是说呢 如果确实有一个一次音式呢 存在这整个多项式里面的话 我们要怎么去找这个一次音式 就是呢 我们要去找到这个一次音式的A 就是这个系数呢 它一定会是整个多项式首项系数的音数 然后呢 它后面的这个B呢 一定是后面这个尾巴常数项的系数的这个音数 OK 所以呢 基本上呢 我们是从这两个点开始着手来解题目的 那等一下呢 下个影片我们就会花一些时间来直接讲清楚 什么是牛顿定理 但是呢 在这之前 希望你先借由这个影片去理解 为什么我们会需要牛顿定理 因为解决三次以上的多项式 你要做音式分解的时候 你没有十字交成法这个工具 那如果呢 是三次以上的多项式方程式 你也没有配方法 公式解这种方式呢 来解你的答案 所以呢 记得我们一定要学会牛顿定理哦